大家 這是禁止拉票區 我不是拉票 我是我 你是一個選民 我是一個選民 我來到我所屬的票站投票 是跑馬地 叫什麼名字呢 總之是街市 黃明聰街市 今早陳偉業接到一個個案 有街坊說可以用身份證副本去投票 那我就馬上回到家 來到票站 拍了個身份證 在文具店拍的 其實都幾蒙茶茶 就嘗試進去投票 誰知道進去登記的時候 那個職員就說你要先等等 然後他就把我這張紙拿去給選舉主任 他叫做張麗順 就是在跑馬地區負責的 他的職員又回來了 然後就說OK 我們就很奇怪了 真的這樣也OK 然後我們就走了去直接找票站主任 張麗順 就問他是不是可以接受副本 他說是 然後我說那你用什麼標準去確定 這一張副本 是真實的副本呢 他說他用肉眼去確定 他說只要看我的名字 我的樣子是不是一樣 還有看那個號碼 是有沒有選民登記 就可以確認 我說其實最主觀的就是樣子 就是你用肉眼去確認樣子 這件事是很難的 然後他就說 原來回鄉卡、獎者卡 只要有寫身份證號碼 有名字、有照片的 其實都可以用來投票 我再會研究一下這條條例 還有就算是 我不知道在證件 我們要再研究一下條例是怎樣 但是副本 我相信如果要一個選舉主任 可以經他的肉眼去確定的話 這個選舉的程序是非常之兒戲 還有很不合規格 這些蒙茶茶 身份證副本 你沒有摸過的 沒有厚度的 那些資料其實要改也很容易 要改張相片也是很簡單 因為你不知道本身那張相片是怎樣的樣子 即是我用一個人的名字 用一個人的身份證號碼 但是我轉做我的樣子 吸進去 那這張相片 那這張相片 就和我走進去的人一樣 那就可以造解了 那剛才我選舉主任 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責任是他一個人揹著的 他用肉眼去確定 對和不對都是他揹著的 我想選管會在這方面 要有負上很大的責任 他們是完全是不理規矩 最大的問題就是轉相轉入 你不知道那個人本身是怎樣的 最大的問題是 還有晶片那些防藝那些閃閃 沒有了在副本那裡 一點都看不到 所以我想這件事我們一定會繼續跟進 但是這個是很嚴重很嚴重的事件 呼籲全部人 呼籲全部人 現在開始 用影印本去投票 去每一個票站 都要挑戰他們的選舉經理 然後我們 如果是有任何為例的話 一定會為選舉作出情情